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早我走完早山 看看有沒有東西要拍 回到工作崗位 我的衣服都還沒換 這些很薄的衣服 行山很好用 因為比較涼 而且不吸汗就比較好 這些是題外話 今天這段影片 為何這麼心急要錄一錄 就是這兩天我看了一份施應報告 其實那份施應報告 都沒有驚喜 都是對商家 即樓市那邊 做些似有益處的事 推高交投 收回稅收 之類 都是沒有新意 因為裡面沒有怎樣說引進外資 只是說引進人財 引進人財是你所說的 香港如果真的要引進人財 引進什麼呢 金融財金 已經是有人來了 如果航天超勁的人會不會來香港 他們是未必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生活成本很重的地方 很高的地方 如果他們做科研 香港的條件 就未必適合他們 所以來來去去都是一些比較中等的人進來 沒有太強的人進來香港 這是現實上我親眼所見的事 所以這份施應報告對我來說 我的評分只有60分 給面子就是剛剛合格 我很老實地說 因為我已經52歲人 如果再看不到香港有一個轉變 香港真的會滅亡 這樣搞下去 所以我都要開麥克風去說一說我的見解 我希望可以幫到香港 幫到我們自己的家 首先 這份施應報告沒有提及的事 我補充下去 今天就是2024年10月23日 現在是12時 我一會兒出片的時候 應該都是晚上或者傍晚時 因為我稍後有一個工作要搞一搞 麻煩如果有政府官員看到我這段影片 覺得可取的地方 麻煩你給我顧問費 因為這段影片出的時間 遠遠比你們早 如果覺得有用 而拿了我的計劃去的話 那個時間在這裏 大家公平一點 怎麼可以引進外資呢 其實我私糧了香港很久 也私糧了澳門很久 澳門就是因為人少而有賭場 所以它可以用的錢 稅收的錢就會變多了 反過來 但它就不像香港 因為香港有幾百萬人在這裏 香港是要靠一個很完善的金融體系 即是做生意 現在世界上還有什麼生意可以做呢 你說靠運輸轉口那些 其實那些是很老的生意 已經固有 怎樣可以發展到更大的話 其實香港的成本這麼高 已經是很難再發展下去 只有縮就不會增的 嚴格來說 香港怎樣可以引進外資呢 其實我現在提出一個重點 我現在說的東西比較有敏感 可能一般正常生活的香港人 都未必會認同 麻煩你 如果你有勞氣的話 麻煩請餘育部國家來谷吵架 我就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因為我現在說的東西是關乎我們香港 怎樣可以救到它 什麼方法都要用 只要它是在中間位 而不是偏向魔鬼那邊 我都會提議出來 首先香港 其實香港隔離的城市就是澳門 其實澳門的投資者都很想發展 我現在第一點要說的 就是香港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快點推行的 就是其實要一個賭場 如果香港再墨守成規的話 只是靠一個萎縮的金融機制 是養不了那麼多人 亦都不會應付到突發的事件 因為過往是因為香港人 他比較和善一些 才在這麼大的世界難關裏面 才過得到現在就好一點點 但是前途很多人都看不到 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人就不會走掉了 你都見到走了幾十萬人 走幾十萬人是很重要的事 當你香港是走了五個百分之十 或者十個百分之的人 那些人還要富裕 這對香港來說其實是一個傷害 我們怎樣可以修補這些缺口呢 我剛才所說 就是要一個賭場 而這個賭場 其實我們香港不是沒有錢 我們香港可以搞一個融資 我們香港可以持股量是五十一個百分 即是有充分的滑舌權 而四十個百分可以做融資 讓其他投資者進來 甚至乎有更好的方法 這些有些經濟高手 即是比一個更強的經濟高手 可以計一計劃 而澳門那邊其實都很想發展 而這個賭業其實在香港 為什麼會產生到呢 現在我就是很現實地說 其實人類生活就是 要是黑 要是白 黑就是一些不好的層面 不好的社會 例如黑社會之類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不單止我們香港這個地區 而是國家都是這樣的 它總是有黑和白 我們人類正正是生活在黑和白 混合的灰色地帶裡面 所以有賭場的地方 就未必是那些人會變壞的 這件事如果有讀過經濟學 或者是一個戰略的骨 叫政治系 那些朋友應該是很清楚這件事 你看澳門就知道 它有賭場 那整個社會是變壞了嗎 不是的 那為什麼會要引申一個賭場呢 而這個賭場我們要做的 我們香港有錢去做的話 喂 我們香港三跑都起出來 你看看 建賭場用什麼 相對上來的科技是沒有那麼高 其實現在 好了 有些觀眾朋友說 建賭場在哪裡建 要不要填海出來才建 我可以跟這些觀眾朋友說 來不及了 因為香港現在水深火熱 其實在現在我們大嶼山那裡 在迪士尼隔離 其實說真的 你仍然 那裡有一塊地 是做了以前隔離設施的 它現在想著賣出去 或者規劃出去 建一些施樓或者其他東西 其實你這樣 政府裡面 其實你賺到多少稅收呢 是很少 而且那些稅收是 你賺一次之後 還要是 之後不知多久才可以賺到回來 但如果你是用 我們只用這塊地 建一個超大型的賭場 而這個賭場 可以連貫到迪士尼 很多朋友 有些朋友就說 迪士尼這麼單純 而旁邊的賭場 會不會有衝突 那我就跟這些朋友說 行 沒問題 我剛才那個是提議 而香港裡面 有幾塊地是適合做賭業的 待會我再說 我現在就是提議一個 最節衝最快的方法去救香港 其實隔離是迪士尼 而隔離是賭場 你可以隔開它 用一個空格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風樹林 我們可以引進一個風樹 風樹林做的時候 你每年的秋天 有很多遊客過去 或者是每年的夏天 有很多遊客過去 亦都可以配合到賭場 裡面的運作 至少我們不需要用時間去填海 或者是開山劈石 而即時很快地 以現在背靠祖國 用祖國的興建技術 其實很快 一兩年 兩三年 無論如何都能夠開出 甚至可能更快 因為祖國的興建的機器 很厲害 這件事 如果可以跟澳門那邊 匹配到的話 澳門那邊也是無人歡迎的 你說融資各方面的問題 就是大家談的 在這裡 可以 起碼有一大塊錢 香港可以收回稅收 香港才有一發展 就不需要像現在這樣 那份施政報告很奇怪 就是 仍然都是 中產至上少少的人 他就在這裡開刀 甚至乎 會向下層 地面 比較低下的 開刀來拿錢 而不是幫他們 有幫但很少 幫得很少 你想想 如果香港有經濟的時候 那些人才會有士氣 那些黑社會 你看一下現在 屯門 元朗 深水埗 就是從事一些黑色事業的人 他沒有能力 或者沒有能力 向正常社會發展 或者他自己本身 是喜歡做黑社會 因為有些人的腦 是怪怪的 總之魔鬼都有崇拜者 你看一下 現在的治安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香港 你看破獲的冰毒 造毒 越來越大單 你就已經知道 這些犯罪集團 生存不到 才會去做這些事情 有些朋友說 你是不是很單純 毒是最快的 當然 但是如果這個地方 我們開賭場之後 在法律上 我們用一個刑治的方法 刑治是什麼呢 就是你犯事我就寵罰 跟新加坡一樣 照抄 你犯事我就寵罰 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個制衡 制衡之後 你根本上賭場 是影響不到多少個社會的自然 因為為什麼呢 說真的 那些黑社會 他不犯罪的時候 他也是人 跟我們一樣 是人 那些白社會 你說他很清高嗎 他不去投機 他也是一個人 所以當他是一個人 其實他也想生存得好些 如果你開債賭場給他 除了有經濟利益之外 可以吸引到外資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令到這群人可以撫平他 同時間立例就是 誰犯毒 因為毒是最壞的 因為破壞了中樞神經系統之後 就牽涉到整個家庭 跟著整個醫療體系系統 我們現在的醫療體系系統 是已經崩潰了 你問一個做醫療的人都知道 大佬辛苦到媽媽都明白 因為有些人難聽到 好像不是人做的 這個工作 我們都要解決這個事件 不是說等他在這裡不解決 當然以我一個人的力 能力有限 但我很想說這些事出來和大家分享 一個賭場形成的時候 我們可以橫跨這個行業的界別 包括有正當的酒店業 賭場那邊我們可以做到 拉斯尼加斯那種級數 即是你進去就比較高檔一些 你現在看澳門都做到這些事情 好了 然後在它的周邊裡面 可以發展一些比較 你說低空經濟 你說無人機的的士 其實不是一樣配套在那裡 因為你來得到錢的人 有很多都不是一些爛仔 有很多真的純粹如樂 因為他有錢 有錢就來玩 其實這個經濟這樣滾滾滾的時候 會牽連很多東西 包括他會將我們的金融體系 會突然間飆升 因為金融體系有些錢 都是給賭博投資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連帶關係 當然有些朋友會說 香港一向都好像很太平 人的思維很正當 你有賭場會否污染環境 其實根本污染環境 是與賭場無關的事 因為你有錢就去賭 如果病態賭徒 其實遺素不是很多 反而你會吸引到很多旅客 來這裡去做很多事情 因為賭場裏面不是單止賭錢 還有酒店 還有表演演唱會 總之一切的娛樂事業在那裏 甚至乎有電影業可以幫助 因為你沒有錢 就拍什麼是電影 你整個體系裏面 是養了很多人 如果你實行了刑治 我幾年前 其實佔中 在1919年 再之前 即是17年 其實我已經說了要行刑治 結果香港沒有人聽我說話 結果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越來越差 只要你有賭場在這裡 你可以有個藉口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政治家 你就有一個好的藉口 就是我現在真的要立立 如果不立立的話 大家就立立亂了 很簡單一件事 做賭那些 你就禁賭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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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酒粉這件事 說真的他也知道是惡人 當然他們有個犯罪心理 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但其實如果你走了一件事 給他轉型的時候 其實他也不想做這麼多毒 你可以立立 捉賭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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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 說真的 整個香港經濟那麼差 你說那些貸款公司 各樣東西 那些不是賣偏的 總之它根據你的條款借錢給別人 它仍然在做事 但現在整個香港都需要借錢 很多人都負資產 是不是我們沒有賭場 香港就不會有負資產呢 我現在所提議的東西就是 有個賭場肯定是利多於弊的 在這裏我就要和一些比較道德上的朋友 我就和他講講 其實你看澳門就知道 澳門有賭場後 其實整個社會依然是恩恩向榮 是不是 那些人是賭的 他們自己會賭 你說有什麼宗教的東西 違背了一個東西 如果你這麼崇高 麻煩你出來救一下香港 我剛才這個提議是很重要的 好了 有賭場之後 你可以發展高產品的低空經濟 可以 你那些無人機的的士 已經可以實現到 因為你有條路線 可以在賭場飛去大佛 研究降落 看一看 又可以 或者不降落 繞個圈又可以 這些就是高發展 有些人 低空經濟就是拿去送外賣 我稍後再講 這個賭場 可以吸引到 真正有錢的人過來 那些真正有錢的人 十居其九 都是牽涉到一些 郵輪或者郵船 這些周邊的產品 你就可以做了 我們香港 你說在那邊 可以養到多少人 年輕人更喜歡 做這些郵船 郵輪的工作 第一是有前途 第二是比較劍的人 都是比較玩樂 形式的東西 好了 接著 你吸引到一班有錢人過來的時候 自然會吸引一些有錢的公司過來 那些有錢公司 也會利用香港的金融體系 就在那裡掛牌也好 或者做金融事業也好 這些就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強心針 好了 有了賭場之後 我們香港開始賦予了少少的時候 其實同時間 興建賭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興建一條 Formula One 的賽道 但這份施政報告 不知為何政府裏面的官 就沒有這些思維 又或者他們不夠膽去攬 一個這麼大的工程 不知道是否能力的問題 我現在補充它的施政報告 其實我們香港絕對是有優勢 去搞一個賽車運動 真正的賽車運動 其實我們香港的道路網 即原本的道路網 就是繞圈的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有些朋友又說 香港這麼多車 你封了它 怎麼行 其實這些事情 就是跟澳門學習 我們可以在一兩年裡 建一些資料出來去做賽車 好像澳門一樣 它用主幹線 是用了一些 但是它用的副幹線 它也是故意建出來的 它就是可以做到賽車 別人澳門這麼小的地方都行 我們香港為什麼不行 如果你說要建一個新的場 我有一個見解 其實你在元朗的雞公山 繞圈圈 我們不需要嚴重地破壞環境 在雞公山 我們建橋來做賽道 你想想去澳門那條公路也能建 你在陸地建一條賽道有多難 在雞公嶺還有地可以做維修廠 那裡可以養很多人 其實你圍著雞公山 建一條賽道出來 這已經是地標 還要不是怎樣破壞環境 因為橋有莊 只有莊就影響環境 其他也不影響 你說噪音這樣 現在是夠香港 你在那裡如果有個賽車場 它不是天天賽 好像珠海 也不是天天賽 還有這也是高增值的運動 香港又有哥爾夫球可以打世界賽 又有一個新的運動場 在啟德那裡 又可以做一些大的運動 即使足球比賽都可以坐幾萬人 演唱會又坐幾萬人 再加上賽車 你想想 整個香港都應該是欣欣向榮 你自然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人們就會來投資 來投資的時候 你的房地產就會起 人們又可以賺到食 自然就可以買到屋 就不用搞到現在的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說真的 人人都有自己理念 那些年輕人出來打工 難道真的鬥了那萬多元個月嗎 他們怎樣買屋呢 你也要想方法 去令經濟起飛 然後在金融方面 我們除了固有現有的東西之外 其實你引進了剛才那兩樣東西 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在金融方面 我們背靠祖國 我們其實可以在香港 就不要說一棟樓那麼少 其實你在數碼港也好 在吐露港那裡 也好 科學員也好 其實你已經馬上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買一些 叫戰略物品的東西 譬如火箭 推進器 火箭 那些部件 有些朋友也說 這些東西我們香港 能不能吃得到 其實如果我們背靠祖國 你跟中央肯溝通的 怎麼會做不到 中央都不會想香港想 當然 你說政治層面 它會不會是不讓我們南方人 那麼富裕或者那麼聖 我又未必太相信會是這樣 為什麼呢 做得領導者 現在中國這麼強大 軍事方面仍然是二三線 但是你以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 這麼強大的時候 它真的強大 它自然更想再強大 香港其實你開一句聲 它怎麼都會批你 你不開聲的話 就完全沒有 你沒有計劃書 就完全沒有 我現在以上所說的 我就預計它 其實在五年內 如果肯做 馬上做 不要那麼多的程序 你程序還程序 加快它 半年就好做了程序 看看行不行 大家真的 你鬥幾十萬個月 是不是 不要開了一些無衛會 先做一些大項目 找人 然後投標 就是招標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五年至十年間 香港就會再上去 不止現在這樣的景地 也不用咬得那麼辛苦 然後關乎工業 香港其實已經沒有重工業 剩下輕工業 輕工業的時候 我剛才已經說了 其實我們香港 既然做不到重工業 做輕工業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裡面 我們可以引進一些真正的科研公司 真正的科研公司就是一些工業 那些工業 其實現在的大學都正在做 不過我在這裡 希望私人大學的大學可以加倍 為什麼呢 其實生物學裡面 其實都是一大舊的收入 你想想美國一間藥廠 中國的一間藥廠 因為一個疫情 Estas還賺到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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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這樣就是賺錢 所以香港要開拓此行動 其實我們香港如果要引進這些工業 可以將它帶去其他地方交流 這就是一個經濟體系 不是現在這樣 煮水 魚塘就煮糖魚 在裡面一直在插下去 然後整份施政報告沒有說過 如何去懲治罪行 很簡單 其實施政報告裡面應該要寫下去 即是督促警方那邊要做事 就是現在很簡單 我們要先處理交通情況 你看看現在每天都撞車 每天都撞死人 其實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做一件比較快的事 如果交通事故不是撞死人 諸如此類 其實你犯一次 第一次就正常去罰 但犯第二次就雙倍 犯第三次就雙倍 這樣上去才行 那你的罪行就一直減少 因為人們知道是這樣的 他們也知道自己是壞的 如果是專門犯罪的那些 我們就專門去打擊他 這樣香港就越來越好 就像在車營那些公司 就像今天新蒲江一樣 有輛車繞過一圈 然後撞上行人路 拖著人 撞到地上 現在我還未看他 不知道死不死 這些事件 香港天天發生 在馬路上天天撞車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對不對 這些事我們要解決 我們要給他們警惕 除了要拍片公開教育的人之外 我們要警惕他 以上所說的都是一些重點 如果我再想到一些 我就再講第二條 今次這份施政報告 我想提出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我再想到就再提出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分享我的影片 以及多點訂閱 多點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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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